我们谈关于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写的是如火如荼 对支持川普进学连任美国总统 写的是人山人海 不管川普在什么地方都出来进学 支持他的人群真的都是人山人海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美国大选 有这么多的人气 就是川普的这个成就 就是说明美国人民肯定川普当选 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这个进学人 因为一个是川普和这个拜登 叫拜登 他们两个人只能其中选一个 没有三个人 两个人当然都不是非常的完美 但是川普比起交代战是好得多得多 因为我刚才说了 只有两个候选人 如果有三个候选人 美国如果学业制度有三个大党竞争 三个人同心较量在进学一个总统 出现一个总统 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其他的变化 那么我们在只有两个领导人的情况下 两个领导的情况下 来这个推举一个总统 那当然就只有川普了 就是当然只有川普 为什么当然只有川普呢 川普是把美国要回到美国家庭里面 回到保守派的家庭里面 什么叫保守 保守就是回到基督教治国精神 回到美国第一精神 这是保守价值 就是回到过去的美国 回到过去美国人的生活 不是倾向社会主义 不是倾向于其他的主义 因为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 美国不是其他主义的美国 也更不是某一个主义的美国 当然在这个这里又要谈到中国 先谈了一个再说 美国是我刚才说了 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 美国不是中国人的美国 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美国 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渗透美国 想颠覆美国 这一定是战争行为 美国是绝对不会打赢的 美国是一定要叫中国这个偿还命债 或偿还卸债 一定会要追究中共的责任 我们还是回到大学 还是回到大学 大学现在还有明天后天就是 最后投票要期限了 后天就要开票了 美国现在传出的大学情况 美国是代理制民主 一人一票以后 还有美国州的代理制人员 然后再推举美国总统 那么现在选举人票里面 川普团队据说已经得到了275票 如果川普总统按照现在的选举制度 按照现在选举制度 川普得到275票 川普当选连任美国总统 是没有任何的怀疑 那么除非是美国发生其他的意外 其他的变化 那是另一回事情 现在我们不谈这里 我们现在谈这个按照法律 按照美国的选举制度 川普总统当选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任何问题呢 川普总统的这四年来 第一个四年兑现修建边境墙 对中国问题提到意识热成 关于移民问题 美国的就业问题等等 还有股市问题等等 基本上都是一一兑现 兑现的程度 尤其是百分之百 尤其是超过百分之百 特别是在川普总统的 在外交方面 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方面 是超出常人 超出理解美国总统 超出所有美国总统 所有美国总统都想解决中东问题 解决以色列和沙特 或者中东问题 都只是直上谈兵 越来越严重 但是川普在最近这几个月 把中东地区和沙特问题 把以色列与伊路撒冷问题 解决得非常完美 没有发生其他任何的变化 没有发生任何的军事战争 没有发生任何的死亡 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在谈到选举这里 如果说要对努比尔奖 川普应该得多项努比尔奖 这个是不需要我们去解释 不需要我们摆在所有人面前 所有人都能看得到 只是所有人能不能 愿不愿意说出来 那是另一回事情 因为美国国内的事情 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川普当选是没有问题 那么当选以后 美国人对川普的期盼 对川普的再次伟大 对川普的美国第一 同样不怀疑 对川普回到经济的辉煌 让美国经济再次伟大 让美国经济再次辉煌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包括华尔街 包括现在的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过去是完全是 偏左的左派报纸 但是现在对川普的表扬 对川普的一些报道 纽约时报也发生了变化 纽约时报在全世界不仅在纽约 不仅在全国 不仅在全美国 在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 它是一个左派媒体 但是现在他也开始说一些真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风向标 那么纽约时报也看到这个风向 看到这个风向 所以说他讲话 也觉得川普当选成为 下一任美国总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当选下任美国总统 美国国内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呢 现在川普还没有提出过多的想法 但是根据川普的美国第一 美国再次伟大搞活经济 所以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 川普是有这个能力 美国是有这个实力 美国人是有这个智慧 使美国再次伟大 那么美国人的希望是回到美国人的生活 不喜欢不愿意回到美国 不愿意走向美国革命 更不愿意看到美国两党 在继续这个学习领域的斗争 更不愿意看到黑命贵和这个IT发出现 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 进一步的渗透美国瓦解美国 这是我想美国美国人都希望的 特别是美国纽约现在中国变动攻击美国 纽约以后我看到的美国 特别是迈哈顿 在中国变动没有攻击迈哈顿 没有攻击美国以前的迈哈顿 是每天是在迈哈顿 泰姆斯贵尔那一带 还有武达德那一带 是人山人海人潮涌动 全世界的游客都涌向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完全是世界的心脏 世界的标志 国际大都会是名不虚传 那么中国变动攻击以后 那么迈哈顿我在加州那边 加利福尼亚待了半年 半年以后回来 我回来纽约 已经回到三个月 我刚回到三个月的时候 就是现在三个月起来的时候 去迈哈顿 迈哈顿泰姆斯贵尔市人 人是寥寥无几 所以基本上门店都是紧闭 这说明中国变动 对美国的摧毁 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这个仗是一定要算的 美国人民不是不知道 美国人民当然心里清楚 不需要科学家 不需要什么家里解释 不需要政治家里引到 仅凭常识都知道 这个病毒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带到美国 为什么美国死这么多人 这一仗是一定会要打 是一定会要算 这打到什么程度 那是看中国人的妥协程度了 美国人希望回到美国的生活 美国人我想不管是黑人 是哪个国家 什么种族 什么移民 都希望美国经济繁荣 都希望美国回到美国人正常的生活 尽管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渗透美国 摧毁美国 瓦解美国 跌尾美国 实际上中国人还是想回到美国的繁荣 回到美国人的正常生活 不愿意回到中国那样的革命的生活 中国那样的人质的生活 中国那样的 比奴隶还奴隶的生活 因为为什么我要说是奴隶是奴隶呢 我要拿到中国奴隶和奴隶 因为中国还不是个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 奴隶主还要跟奴隶提供食品 提供生活居住的条件 还要提供生产资料和生产实施生产工具等等 那中国人有吗 中国是还远远不努力 中国是没有的 那么美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美国人恢复到正常生活 也就是回到我看到的麦哈顿 人山人海的游人 人山人海的五大道和泰姆斯贵尔那一带 所有美国的街道 都是非常非常繁荣欣欣向荣的一批 需要回到那种生活 那种经济状况 那美国是有希望的 川普总统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那华尔街呢 华尔街如果说还要继续跟中国输息 那是另一回事情 华尔街当然也想赚钱 那也正常 但是华尔街要把美国出卖去赚钱 去跟中国赚钱 那这可能是有些问题 或许将来美国也不会再打印 华尔街再跟共产党出席 或许川普总统也不会认同 不会看在眼里不管 我想美国发生的变化 肯定是巨大的 会不仅是影响美国一百年 而且影响全世界一百年 因为美国回到保守派 家庭里面 回到美国家庭观 回到基督教治国精神 回到美国精神 回到美国人的生活状态 那就是打掉一起专制 摧毁一起专制 国家对美国的渗透 对美国的瓦解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 关注我的YouTube 关注我的Twitter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谢谢朋友们喜欢我的油画 喜欢我的油画作品 喜欢我的Twitter 喜欢我的YouTube 谢谢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